喂 不好了 宁总 你那个同学 在门口和保安闹起来了 你别拦着我 你不能进去 我怎么不能进去 我找我同学 我怎么不能进去了 不是 你 您别在这儿大声喧哗 你要 不要 你要你给我出来 你不可以进去 你要你给我出来 你不可以进去 干什么 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我找我同学 你有什么资格 瞒着我呀 你要是我在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报警了 你报警吧 你现在就报警 看警察来是抓我还是抓你 不是 您稳定一下好不好 咱有什么事好好说 干什么呢 你们都是一伙的是吧 你们都是宁友派来的 是不是 给我把他叫出来 不是的 你 你 你听不听见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要不要告诉宁友 我知道你俩现在关心 你不方便说 但如果宁叔 真打你们家主意的话 这事还真的让宁友知道 方患于未然 没证据啊 他能相信吗 没证据也得说呀 让他去打探一下 他到底想什么呢 他现在也够糟心了 别打扰他了 你啊 你好 喂 天津爷 麻烦你帮我通知一下景洪诚 陈馨儿又来找我闹 他现在在我公司呢 赖着不走 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让他赶紧想办法解决一下 现在是你公司了 对 我跟宝恩说了暂时别报警 但他现在闹得挺厉害的 但我又实在不想见他 你帮我通知一下吧 谢了 宁友 我 对不起 这事我马上处理 那个什么 我们俩正好在一起 就这事 挂了 别 他是一个人去的吗 是啊 那行 我马上解决 江师傅 江师傅 陈欣儿现在突然间来上海了 这样你赶紧去我家 看看孩子在不在 如果要孩子不在的话 你去那个 三零二的邻居家 看看小地瓜在不在 我估计 他有这么一个可托付的朋友 好嘞 好嘞 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联系 就这样 我回到上海 谁呀 物业检查 谁呀 我不认识你 小地瓜是不是在你们家呀 江叔叔 月八草 何俩 都在这里 有什么意识 有什么意识 叫人家吗 这具有什么意识 我已经全部给了我 对意识 天生 amplified 哎呦 真够 啊 真够 我也派人向他老板解释过了 不会对他工作有什么影响 行 那下一步吧 好的 进走 你喝口水吧 谢谢 谢谢 破碗大哥 你看咱俩这是何必呢 你要是不嫌累呢 咱们俩都这么好的 反正我没工作 我可以一天待在这儿 我真的不能让你进 要让你进 我的饭碗就丢了 好 多留意 喂 佑阿姨 陈太太 出事了 小帝瓜被一个男人带走了 她说认识孩子她爸 我想拦也拦不住 什么 被人带走了 被谁带走了 喂 喂 喂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